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总有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国家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大家好 我叫达琳娜 我来自乌克兰 我来中国大概在13年 我的职业是 以前的是武藏演员 然后现在我已经 到了舞蹈老师了 那边然后我来到 我们美丽的哈尔滨 也是09年来的 2009年 在哈尔滨我就是 在莫斯科大剑 也是当演员 我在哈尔滨 我很喜欢就是冬北菜 真的 我感觉冬北的菜最香 在乌克兰的时候 我在四岁半 快五岁的时候 开始学舞蹈 在乌克兰的时候 然后我参加过几个比赛 还有提提演出 在中国的时候 我是一句话都听不懂 然后就是因为 总是换城市人 然后就因为这个有很多困难 我到认识我老公前 基本是真的说实话 就是我能多听懂一些 但是说话很少很少 是因为我老公 能说点俄语 这样的就是 对我的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然后我怀疑了的时候 应该是 对在怀疑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喜欢看着 一个好像是 二人传 我学给他们开始学中文 我看了好多字 然后就是一点一点 会懂的一些 但是有很多我的学生 也帮助我了 他们教我东北的话 很多 我说我教你吧六五 你教我说中文 好吗 他说好老师 然后就跟我玩 就这么一点一点 就学会了中文 刚开始教学的时候 我和中国小朋友们 有一些 有可能我对他们 要求高一些 然后孩子做不到 他们会感觉我很养格 很严厉 他们会害怕 中国小朋友们 他们比较爱 喜欢多多孤立 他需要慢慢认识老师 因为他看着我 不是中国老师 有个男就因为 这个他有点紧张 然后我感觉就是 他看着我 跟中国人一样的 是这个问题 就因为这个 我感觉一下子 给孩子压力大了 说实话 我那个时候很难 特别难 哭了很多次 自己哭 因为我感觉 我怕孩子们 我比较喜欢孩子们 能得到 得到我的邀请 然后我也希望 他们喜欢这个舞蹈 但是后期我明白了 我们俩得互相认识 认识 这样的我们 慢慢交流 慢慢活动 做一个完美的工作 在一起的工作 统一的工作 对不对 我们变成一个小家 这样的我们 我的学生 又来又好 为什么我有时候 给孩子们比较严格 然后我希望 孩子们要求 就是能多听老师 然后按老师的要求 尽量按老师的要求 做 因为舞蹈 它也是会 做一些伤害 自己的身体 有时候还到什么 孩子到时候 他不能学舞蹈了 在我快毕业的时候 在排练过程 出了一家小山 就是我推上 跨上有一些小问题 那个时候 医生已经说了 不能跳跳了 你说刚才跳了 就不一定哪一天 会出更大的问题 然后就是 就因为这个 就是有可能 我的职业 没有那么在晚上走的 有时候说实话 我看这演出 心里 因为那个时候 有进步 然后也想 就是晚上 跟晚上走 也希望在 在职业里面 待着很长一点时间 但是 因为这个山 就刚刚把我的 这个舞蹈演员的职业 就是挺了一些 然后但是毕业了 然后 我到中国来 这个舞蹈演员的 我兼职了 就是因为 我身上有这个伤 我希望我孩子们 也没有伤 就对孩子们的安全 我更 更应该 严格一些 在我学习的中文方面 我希望再提高能力 因为我会说话 但是我不会写字 因为我说 学中文是自学 然后我现在 就是希望提高 我这面方面 我希望再写个字 在未来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学生 会每个小朋友 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 我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有一个梦想 也当老师 或者当一个好演员 然后有个男人 能站在 大的大剧院里 专业大剧院里 哪怕一次演出也行 就我希望我的未来 学生也多一点 未来的所有的小朋友 进这个门以后 出这个门 会每天各个高兴 然后 下课以后 会给妈妈说一些 妈妈我还想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